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趕緊帶你來看看 這個美國聯準會 居然傳出要裁員的消息了 就聯準會 你要裁員 你怎麼了 你還好嗎 而且美國政府 現在也面臨到了部分要關門 現在已經是倒數計時 美國最近感覺 他的內部很不平靜 驚濤海浪 然後我們從一個 見為支柱的地方 帶你來看 拜登的施政到底如何 你看這各種各樣的 好像經濟也不如何 各種的事情 然後還有工會要罷工 擺不平 拜登現在 在總統大選的一個民調 他已經輸給川普 而且輸了十個百分點 好我們來看 先看聯準會 聯準會 他最近的公布是 他的虧損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 他要裁員三百多人 十三年來第一次 那為什麼要虧損這麼多 以至於要裁員 那就是因為他自己暴力生息 然後搞到 他自己手中的債券價格 組合也是暴跌 所以他就怎麼辦 虧損越來越大了 好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美國政府 現在內部的問題也很大 十月一號恐怕要關門了 現在趕快去協商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度過這次的難關跟危機 整體來講 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趕快問嘉老師 我們先問聯準會為什麼虧損到裁員 這聽起來好像有一點恐怖 他所謂虧損一千億美元 大家要對比一下 就是美國銀行 BOA 他的債券投資的虧損 之前媒體已經報導了 超過一千億 大概一千零二十幾億美金 他只是一家銀行 當然他是大型商業銀行之一 對不對 聯準會要面對這麼多銀行 總共加起來才虧一千億 那麼BOA自己就虧一千億了 所以 所以他這個虧損也不是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 他已經算虧得少了 這樣子嗎 光BOA一家就虧一千億了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債券投資部位 因為升息的關係 對 殖利率要走高 公債價格走低 所以他會有資本損失 因為我們的理解 就覺得聯準會那麼大一家 你是不是應該要一毛錢 都不要虧 你要知道為什麼 西方媒體要這樣子 叫做我把它形容為 對聯準會的柔性施壓 就是告訴你 不要升息了 不要升息了 不要升息 你看你自己都虧成怎樣了 這樣意思 所以是西方財經媒體 在對聯準會柔性施壓 去年下半年就一度說 聯準會會換慢升息速度 聯準會說沒有對不對 然後今年說 今年下半年會降息 聯準會說沒有 我沒有要降息 對 所以這個一樣的脈絡 就是財經媒體 金融圈在對聯準會柔性施壓 說不要再升了 不要再升了 是這個意思 是這樣子 所以那三百人就是還好 不是 你看 兩萬四千多人的那個組織 你才一個三百人 坦白講也不嚴重 當然那個三百人 裡面還有欲缺不補的 還有一些是因為技術進步 職位重新調整的 就是資訊部門的一些員工 可能就砍掉 因為他用雲端運算這樣來 好 那現在我們注意到 他的所謂虧損 再補充一下 他是因為債券的投資部位 那個收益低於 他要付給的那個存款 他對存款 不要互利息嗎 注意喔 這個現象 其他大型商業銀行 全部都面對 大家都一樣 對 這不是聯準會單獨面對 然後呢 現在看起來 美國的那個經濟 的確出現一些新的風險 然後讓聯準會變得更加困難 美國要關門這件事情 會不會影響聯準會的動作 現在就是說聯準會 會因為聯準 聯邦政府的可能關門 不能從商務部跟勞工部 取得正常的經濟數據的發布 那是第一點 然後這樣子的話 這個他在十一月跟十二月的利率會議 可能會被描述為閉眼灰行 就是盲目灰行 就是灰心 閉著眼睛灰 因為聯邦政府沒有預算了 所以這些固定要發布經濟數據的 這些部門 可能延後了 他可能就是 那叫什麼 放無薪假了 是不是 所以那些數字就出不來 所以他就是 不上班嘛 閉眼飛行的意思 就是我都沒有訊息 我就自己做決定 這樣意思 他可以從一些側面的資料 來間接來捕捉 總體經濟的情勢 就是其他 包括一些百貨公司的零售 或那個航空公司的客運 等等 就是說他不是直接從勞工部 商務部得到資料 他必須從其他地方間接的管道 去摸索一下 現在經濟的情勢 同膨的情勢到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罷工 因為聯準會的九月利率會議 告訴大家 實體經濟很強 包括他上修經濟成長率 GDP成長率 然後下修失業率 對不對 然後就是比原來六月份的話 估計的更為強勁 實體經濟更為強勁 對 可是大家沒有意識到實體經濟強勁會帶來一個現象 叫做罷工 就是勞方會向資方要求重新談判 對 因為要彌補通膨損失 而且要反映就業市場的強勁 就業市場強勁本來就會有罷工現象 所以聯準會告訴大家經濟很好 反而讓這些罷工的工人覺得我就有更有底氣叫你加薪 不是 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要求加薪的這個罷工在聯準會利率會議之前已經發生了 對 所以說意思就是說這個相互印證 聯準會覺得實體經濟很強 這就意味著時間拖一陣子之後 工會會開始要求提高工資 因為他的談判地位增強 所以這個是實體經濟強勁必然會有的現象 就是透過罷工來展開勞資重新談判 那這樣子的結果會帶動什麼 第一個貨幣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數據的發布延後的話 會讓貨幣政策有不確定性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到罷工的話會推升工資 罷工本身會讓工資走高 工資走高你知道嗎 服務業就受影響 通膨也會走高 所以通膨的緩彈是可以預期 而且會有不確定性 就是聯準會打通膨會變得比較困難 因為碰到通膨的緩彈 而且不確定性上升的結果 又會讓工在變成避險資產 買家會買盤會更多 然後金融市場因為太年輕 都不曉得五十年前的大通膨時代 四五十年前的大通膨時代 所以他們都以為通膨不會拖那麼久 我告訴你聯準會真正擔心的是通膨長期化 好所以這個江老師 過來人的經驗告訴大家 以前的通膨很恐怖 很難打下去 這次也是一樣 現在其實你已經看到通膨數字 好像又開始慢慢往上走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 就是聯準會持續的鷹派 可能還會持續的升息 我們就來持續觀察 就讓我們看清楚 我們在哪兒呢 我們就來點ish 我們在哪兒呢 我們會議的 為了 我們在哪兒呢 みんな 我們在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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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